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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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早晨 大家好 早晨 我怕你們還沒睡醒 我稍後想跟大家說 香港其實是一個很大型的新媒體裝置 裡面有很多的謠言性 也都要觀眾去令到它發生轉變 而那些所謂的觀眾就是在香港居住的人 香港真的是一片複地來的 有青蔥的郊野 到我不行了 香港其實可以是一個沙漠來的 不過呢 它不是 因此我們能夠生存在這裡 其實這個原因是一個意想不到的原因 其實如果大家看一下 香港在這個位置 它是北位二十幾度 在我們這個位置向西走 你會看到 薩克拉沙漠 阿拉伯沙漠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地方 完全可以是沙漠 但是我們香港竟然是綠色的 我們原來要感謝印度的 你猜不到 因為印度版塊呢 不斷撞過來我們亞洲版塊 一撞 大家知道撞出什麼 撞出喜馬拉雅山 青藏高原 我現在這裡寫著高山的位置 於是呢 本來會吹入去中亞的潮濕的貴階號風呢 他們強行被山擋住 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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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道氣 洩了過我們華南 結果華南多了水氣 於是我們華南地區呢 是下很多雨的 這個情況呢 就是令到我們在香港的真正的原住民 以前的月人 得到一些好處 因為季後風 我們這裡本來也有季後風的四季分明 加上這個印度搞出來的青藏高原 我們雨量充沛 所以我們這裡長期都是季風雨林 在季風雨林裡面有生態多樣性 所以當時如果在沒有農業之前 他們打獵都找到吃 所以我們有些月人 好了 接著我們看看風水風水 我們呢 是位於海邊 我們是收到太平洋 的海流帶來鹹水 然後呢 我們又位於珠江口 珠江口就是西江 東江 北江 會合之後 在珠江口下來 所以帶來大量的淡水 所以我們香港很特別的 是東、咸、西、淡 在中間碰頭的地方 就交流融匯 所以我們從來都是東、西交流的香港 因此我們境內呢 有東、咸、西、淡 中間呢 半、咸半、淡 海洋生態是多元的 在這裡捉魚呢 零石多種類 所以以前 大家可能聽過一些叫做蛋雲 蛋雲呢 完全是靠海上大雨生活 OK的 好了 我們把鏡頭拉到很近近 近代這幾百年 大家都知道 客家人呢 進入了香港居住 他們為什麼會來這裡呢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是適宜農業的 然後我們香港山原起伏 所以呢 有些比較像平原的 好像元朗一帶 有些是在山裡面的盤地 但是都可以有溪流 好像沙羅洞那樣的 而且我們呢 是在南越一如一個角落 離開中原很遠的 中原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們這裡都好像沒有事情發生 這件事呢 對我們歷史上 後來再重複的 所以那些中原人呢 每逢那些朝代更換 那些吵架的事情發生 都會走下來 來到我們這裡呢 啊 有些地方可以種植的 就是他們的避難的桃花園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客家文化 他們呢 有田耕 種下菜 養下豬 養下雞 那他們就自給自足 他們那些真正就是 可持續發展 那跟著呢 又再把鏡頭拉近一點 我們近這半世紀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 貿易港口 那些書會教我們 哦 因為香港我心水港 香港呢 在地圖上看呢 就是新加坡與東京之間 所以我們是一個貿易的 戰略性地位 然後呢 我們是面向南海 所以呢 中國的外貿 門戶位置呢 就在香港 那些書是這樣說的 不過我告訴你 那些書是騙你的 如果我們看清楚中國過去 尤其是最近的二千年的歷史呢 中國南方對外的貿易港口 不是香港 我這個圖其實是說 是漢代時期 你會看到呢 阿拉伯 阿拉伯 阿拉伯人呢 是向西 向東過來呢 是貿易 印度人其實也有做 他們輾轉 來到我們 漢朝 這個港口 這個港口 一直都成為我們 中國南方對外的港口 但是 不是香港 香港 是廣州 二千年來都是廣州 香港是沒有地位的 所以剛才說的那些東西 全部騙人的 好了 香港為什麼會得到那個 所謂的重要港口為展呢 是很多偶然的 好像剛才那些裝置一樣 我們呢 在一個偶然的原因 變成做英國人管治的地方 從1840年代開始 去到1997 因此呢 我們這個地方 和大陸 中國大陸 是隔裂了 一段時間 在這段時間呢 中國很多動盪的 有太平天國 有 外國來欺凌中國 有 由清朝到中華民國 那段時期的動盪 中華民國之後的軍閥割據 然後去到後來的 國共之爭 內地很多動盪 第一 我們是英治 竟然成為香港人 一個比較安靜生活的地方 香港人很幸運的 偶然 這個轉成英治的偶然 而在這150年 英治期間呢 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中西文化 大家碰頭 醞釀 然後呢 我想清楚了 我們香港這麼長 一百五十年的緊密碰撞 醞釀 是全球獨有的 你想不到第二個城市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的腦袋 在座所有人的腦袋 在座所有人的腦袋 是既中又西 不中不西 這個混合體呢 是全世界獨有的 孫中山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想 不知道什麼時候想中國 什麼時候想西方的東西 但是他在香港受教育 結果令到整個清朝 黑個頭看不到 好 看到了 我知道了 好了 孫中山就是一個例 就是一個 中西融合在一起的腦袋 它可以令到整個中國發生變化 你們的腦袋都可以 所以我們香港人 在這段時間 建立了一個特別的能力 就是中西橋梁 將我的鏡頭再拉近 在1949年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就是 大陸逆手 改變政權 很多人來香港 但是因為香港是英治 結果我們是一個安穩的地方 接著發生的是什麼 接著發生的是 上海對於工業的認識 上海對於工業的技術的掌握 上海對於產品運往外國那種 關聯的認識 資本 或者幹熟練的工人來香港 是整個上海搬了過來 所以呢 我們香港才有工業 然後呢 慢慢騰飛 這張照片就是初期工業 交花廠 我也穿過交花的 可能在座很多年輕人不知道什麼 我們穿很多交花才是賺一毫子 接著呢 廣州因為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 他呢 因為當時的政治形勢 沒有法再做歷代那個 對外貿易港口的功能 結果那個功能 來了香港 歷史上第一次香港成為一個重要的港口 所以我們呢 又得到一個廣州的功能來香港 所以後來香港實際上就是上海加廣州搬來香港 因此我們才會有工業 然後呢 有海港 接著呢 這幾十年間全球消費時代 需要很多消費品 我們又在這中間做了貿易 所以我們才有今天的香港 起於一個偶然的 就是1949年 好了 去到1978年 內地改革開放 好了 今次呢 中國開始穩定了 中國開始穩定 其實我們香港不行的 但是呢 在這個改革過程之中呢 我們做了一件事 很有趣的就是 將本來上海來香港的工業模式搬回大陸 我們原來做了幾十年 守住上海工業模式 不過 今次回去呢 就變了看了 就是 港式的西方管理思維呢 走入內地 遍地開花 所以在這段時間 香港仍然都有風光的 有很多人在內地開廠是賺到錢的 然後回到香港消費 所以有服務業 還有呢 因為當時很多貨物需要經過香港 所以我們貨櫃港曾經風光過 然後呢 因此有很多人流 我們的機場 不要掃時間 可以了 好害怕 接著呢 趁拖著這些東西呢 就金融業走出來 全部都有原因的 不過都是偶業 但是呢 漸漸香港退變了 我們工業空洞化 沒有了實業 然後呢 我們越來越依賴旅遊 其實過去那十年五年 我們越來越依賴旅遊 但是旅遊是一些不可靠的東西來的 如果突然間 明天香港有沙士 就 一聲就沒有了 那麼 這三十年香港是非常繁榮 不過呢 又是第二個偶然 不知為什麼改革開放 好了 其實我們想回 去到2010年 實際上香港這六十年的特殊歷史地位 在49年之後的特殊歷史地位 是沒有了的 廣州回到廣州 上海回到大陸 周圍各地 然後呢 現在廣州漸漸拿回它的歷史地位 即是廣州回到廣州 上海回到上海 香港變回以前那個香港 那麼香港要重新定位的 那會定做什麼位呢 將來會變成怎樣呢 香港將來會不會是福地呢 大家再再想想 要記得 深思 我們那個地理和歷史的原因 令到我們現在是這樣 這樣 還有 這近半世紀的繁榮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偶然 於是 我們要想想 如果向前走 我們還有什麼優勢 如果我想回剛才我說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優勢 從來都是的呢 就是我們海陸生態多元 而且我們保存得不錯 你看看這張衛星相 還可以看到我們境內很多綠色的 但是你看看哪一屆北邊 深陣 沒有了 變成泥了 建造房子 保護生態在香港做到 然後我們實際上還仍然可以耕耕 其實這個是移農的氣候 所以我們香港其實是一個移居城市 要掌握著這四個字 移居城市 還有就是 我們始終都是一些 在貿易上有些優勢的 就是因為 我們與國際的聯繫 已經有很多年的基礎 這個呢 暫時仍然內地做不到的 因為別人和香港交易 是有信心一點的 因此我們仍然可以保留到一些港口的功能 不過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是靠大靠多的 還有就是我們最大的特點就是 我們這個城市中西共存 然後呢 我們的腦袋呢 就是 我們叫做 溶通中西 其實呢 又是說不中不西 既中又西 這件事是全世界沒有的 所以我們要記住 我們將來是做僑良作用 那未來五十年 我們會希望怎樣呢 我覺得就是有幾樣東西說 我們要刻如其分的生活 這個刻如其分的生活呢 就是包括 我們會在自然之中 因為始終香港最原始起 是起於我們的自然環境 因此呢 我們要繼續存活著香港的生態 我們要繼續存活著香港的生態 看看這裏 沙羅洞山谷多漂亮 我們怎麼可以被一些巨型骨灰坑建進去呢 還有我們會活在土地上 就是如果我們應該重新被農業出回 在香港 不過它是一個有多社會功能的農業 是新時代的農業 還有活在全城之中 或者成全之中 因為我們要記住 我們怎樣來到這個地步 還有我們的特點就是 一百五十年的中西融通 我們要將我們這個中西混合文化的底腕 要造心它 加好它 這個是我們的最大優勢 為什麼我看不到那個牌提示我呢 還有就是 未來呢 我們要有些刻如其分的經濟 一定要想清楚我們是要靠什麼的 我認為一定要靠實業 一些實在的東西 不過呢 我們要做的是高端的實業基礎 實業其實就是工業 不過以前呢 我們年輕的時候叫做實業 因為它是實實在在的 還有就是 我們要將我們的海港 我們的機場 繼續做好它 要做成一個精品的海港 精品的機場 令到人家呢 原意來 原意用 這樣才有機會 還有就是 我們 必須 想辦法參與中國經濟的高端化發展 因為大家 有聽到我剛才說的 那些甲開放之後呢 我們 是將西方管理思維 推進去的 令到整個中國 嘩 繁榮起來 而我們呢 亦都繁榮起來 實際上未來是不可測的 好像那些新媒體裝置一樣 整個香港其實是一個新媒體裝置 有很多無數的偶然 我剛才告訴你 有印度這個偶然 還有其他的偶然 我不記得了 你們自己記得 但是呢 未來怎樣呢 有些事情我們控制不到的 外圍究竟有什麼發生 我們不知道的 古語說 自求多風 我們要大家各前 參與這個 新媒體裝置 我們要令到它變化 不過我們要 深思 深思 我們是怎樣來到這個景地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開放 開放空懷 去理解外部的世界 是發生什麼事 我們怎樣可以 跟這個新的形勢 接觸 或者利用它 或者參與它 然後 我們還要好像 以前 我們的祖輩 我們的父母 我們的祖父母 他們 因為種種原因來到香港 是非常勤奮 非常主動地 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們要記得 我們的前輩是怎樣做的 我希望在座各位 大家都出點力 用你們自己的努力 去 改變香港 大家一起做的時候 有無數的偶然 加起來的話 可能就會出現一個 改變大局的必然 多謝大家 我們請進行 每天 人們 每天 人們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